我們比較這種開放式結構的極輪活動板手 開放式機構才能隱藏式的差別 開放式的結構 我們在收這個螺絲的時候 我們在收到 這段要吹完 但是你吹完不小心的時候 它會吹過頭 它吹過頭的時候 它這個極輪的機構就不會 就會不作動 它的鍵是不作用 它的極輪就不作動了 所以不可以吹過頭 要吹到剛好 剛好吹到 這個鍵沒有開 這個鈴 但是因為它這個手感沒有很明顯 所以不小心的轉過頭 我們來看 轉到剛好 這樣剛好 看 看 轉一個 這個鈴 它這個鍵 它這個結構 它這個就會 它這個鍵 會往外退 所以它這個空隙會變大 它這個 這兩個 這準題字而已 這樣你當它吹下去 它其實是它的角角 過了我們的螺絲的角角 3 4 5 它的越大動作超嚴重 6 7 現在已經 現在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鍵的旁已經變得這麼大 好棒啊 這是這種開放式結構的問題 它就會變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要順序的鞋子 但是你鞋子的過程 它還會鞋過頭 這個鞋子又會轉過頭 它轉過頭之後它的鞋子又不作用 然後我們比較我們的 我們的隱藏式ASA的這個 鞋子結構 這樣喔 轉了鞋子 我們轉了鞋子之後 你再鞋子 這個鞋子就鞋子 這個鞋子就像一般的鞋子一樣 你鞋到鞋子之後 它就是轉不動的 它就是完全轉不動的 用力推它就不會變 它就不會動 然後我們開始 開始轉的時候 1 2 3 4 我們看我們的鞋子 這個螺絲帽的邊 9 10 11 12 13 14 14 我們轉了 它還是非常牢固的抓住這邊喔 我們轉它就不會往外退 這就是我們的幾輪活動板手 比這種開放式的 好用的地方 我們轉到 16 15 16 1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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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